欢迎收看 维新世界 用意与人生 人类意志愿 人类合适去 为国家庆祝党 为宗宝来健康 大家学业劍 做人出事好安心 大家学业劍 身体健康心安眠 身体健康心安眠 大家学业劍 最书当中好顺心 最书当中好顺心 大家学业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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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信中大德 以及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市的住持 也是公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 今天有这个缘分 大家来见面 来聊一聊 我觉得满心的欢喜 因为这次当然是我邀请了五六位 优秀的微信地址以及讲师 来发表他们很多的满满的一些宝贵的经验 如何来给同修 给有缘的人 给他做一个最好的 引导他们走到一个平安之境 这是很难得 所以讲到这些平安的欢华 因为我们大事成立的很早 当初84年第一次在台北 几班在林侯大第一场洪华的时候 有袁道华士带领来发动 你知道吗 第一次的洪华大会 就是讲着讲 就是风水协风大会 起码有六万个人以上 几抱的再几抱了 根本进不来 很多优染车在外头再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才发现到说 师说我不知道 我们所有的人这么喜欢风水协风 说师父我们要做 就是要把它一气呵成 我们来开口 台北我们都没有什么依据 这场发挥就是大衣群 你就知道 我们来做一个招生 所以我们在84年的10月 我们就开课 一开课报名五百多个 你知道吗 要找个教室多么的困难 好在师父一直私会给众生很多 有的人就主动说 好 来我这里开 去这关 在五谷工业区 目前也是首席的 在台湾来说是首席的一个好的工业区 他借了我们一个大大的会议厅 来供养我们来 所以说这个话 听过以后大家会感动万分 那今天呢 因为北部就是我们 也当然是最起先 可以在中门来说 我们也是很早很早来入会完成的 所以有台湾市了 所以说台湾了 欧北往南才雨后春旬 像有今天日 说正式的大厨 将军要到五十岁 那以外九十岁 四十多岁 用说差不多一百岁 法师讲师呢 要三百岁 你看这种急速成长 多么不容易 八十四年起早 就要起鼓起来 就这样一直就是 这样以后春旬 可以说一炮而鸿 没有没有这个缅缓 没有这么厉害的高主跟众主 哪有可能呢 因为满满台湾什么很多 就信仰丰富 所以大家真有信仰 真有主意 台湾才有这种平安 尤其让我们可以立正平安的众盟 可以说我们是首屈一指的 我们说对吗 是吧 所以社會法書 工書在家裡 真的悠有自得 我有滿滿好的東西可以獲獻出來 讓大家的平安 現在 我跟你說 要求什麼 人家說什麼沒用 效果沒用 好花了 他們不效你就 要知道 要知道不是好花 所以讓你說 你能夠有限制 先提先告 我們先提先告 人家不效你會效 你就先提先告 人家不知你會知道 你要這樣 你就要學疫情 所以我現在公佈了 講得順道 因為大家都說到這裡 我們說 要不帶 要讓冠軍來帶 帶帶後 要怎麼來生 有心後 要怎麼給他平安 只要讓他一個胖娃娃 可以好好對我們來出事 有緣才讓我們出事 對我們來 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 所以我現在就講兩三個 就是說 這些案例 因為學的真的是非常之多 師父滿滿的愛心 那時候剛才上課的時候 講給大家 真的是 像你們這麼年輕的還不知道 信徒為老 老信徒一定知道 師父 以前來台安市開一開的時候 都差不多七點多餘 吃個早餐 休息一下 我都不用說過 你知道今天 答案是人 就是人都知道 師父會夠了 所以很多人都一直聞風而出 要來請教這代師父 每一個人 我跟你說 煩惱是我們的本分 真的是我們的本分 每個家庭都有煩惱 如何能夠解決 就是要養臟 有受傷 一定有廟佈的師父 所以他來了真的比我們 像人家在煩惱一堆 他早上七點多到 晚上 剛才他說 算到十點 晚上十點 後來 十點算了 還給問師 四星期都要到一兩點 將近都一點多才回家 回到台中的話 你看就要提供了 所以師父用說 根本沒辦法睡眠 所以我說我們的教主 王三路祖 台天尊 跟師父也很有役 全地球這麼多人 只能找到我們風玩三叔 一當他的代言人 他就是等於他是等號 幾個先師就是我們王三路祖 就是我們的風玩三叔 他們是 兩個是就是說 相扶相承 他就是他的代言人 這麼厚 前世就是有收 有收役 只要這世再來 我們台灣這個好地方來相逢 我們這個好地方 台灣信仰有夠 大家選舉有夠 才可以來傳這個廟報 不然你說法也要傳給對的人 好處也要給對的人來做 所以說我今天特別來提供了幾個 他們會再做一些提供 希望這一節大家聽得意猶未盡 所以我想講到 剛剛我們那個美魯師傑講到說 他這個叫金剛祖 金光祖 金光祖 我們有大廠和小廠 大廠和小廠 請你拿起來 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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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廠和小廠 兩兩兩都一樣 看你要用什麼 這個就是要用什麼 普通 如果我們起家的條要讓他知道 你就要金剛祖 加金剛祖 加金剛祖 和金紗下去發 四季條要怎麼發 酒牛的時鐘要怎麼用 這都是在 我們要燒化 可以燒化下去用的 就是這個叫大廠的金剛祖 金剛祖 這幾日 這幾日 這樣有看到嗎 這張就是要燒化 補兵案都是補兵案的 這個咒語 再來 這個咒語都一樣 但是這個 要讓你搭 你看也知道 這是貼紙 搭要搭搭 入住的人搭門道 外面搭門道 裡面的房間 我們裡面的房間 比較小 不太大 這是外面的房間 搭一隻 有時候你要出外 給你搭兵案的 一定會 給你兵案的 所以這個搭門道 你要搭門道 要搭兵案的時候 要搭著就好 你要站好吃 叫一隻佛 中間是佛 佛站在中間 再來有這個酒牛 就是佛法 這酒牛就是佛法 要幫你保護 所以你一定要搭 吃吃 這樣搭去 搭去之後 你要用這兩隻 既然 十字和中字 仁人的佛家 揭他 七句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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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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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那些七字 你把它黏著就要很勉強 感覺我盛心要請說這 給我發信仲 請佛祖主 給我發信仲好好來把守我的家 讓我的家平安吉祥 這就是金剛祖 無論我們有的公司 其實有很多 有的就真的 你看不到的 眾生很多 有的時候 幫你摸一下 幫你玩一下 你就害了 是不是是這樣 所以我的經濟大大 就給我發信仲在這裡 大家就乖乖乖 你住在這裡 你能給我發信仲好好好 不該進來的就不能進來 我說一個實際故事 就是說我同修 有這個同修 這次的人已經做生氣了 因為他家 大門有貼 房間有貼 有一天 他來上課的時候 因為上課的時候 我很愛大家 所以上課我也尋堂 這個同修怎麼是怎樣 我們一個月上課沒有兩隻褲 有這個也都上課沒有兩隻褲 今天他沒來 後來還沒來 後來一隻褲沒來 三隻褲沒來 我打電話給他 某某師兄 你怎麼都沒來上課 聽到很微弱的聲音 人乾坷啊 哎唷 這十步人怎麼會人乾坷到沒聲 我打電話 在就真坦坷啦 我說啊 坦坷今天師父來上課 你一定要來喔 你一定要來喔 好啦 這樣 我就來 我就在時間差不多要到了 我就來 在門口等他了 要跟他插進去 整個 說他包括我都不吃飯 好像人家電腦後 沒辦法他吃飯了 你如果吃不下去就吞不下去了 你人家怎麼樣 不知道怎麼樣 飛行巫工都說冷 睡不著 這樣痛苦 你知道 腳踏心在冷的時候 你就是因為就是有靈界在 那時太冷了 他說他已經有陰燒了 他不給他補冊 有一個人把太太起來 剛才起來之後 一連就不高興 說你這麼多 先生怎麼會這樣 我跟你說都來託你們這個 他們剛才沒來託 說託你們這個不是很好嗎 我跟你說 我們家裡看到 我知道他剛才看到 早上開工廠 半斤五六斤 人家第一斤就睡睡到六斤 沒有一頂門像他睡會睡的 都說他很冷 睡不著 沒有託車沒有託 風水都不會這樣 託風水才說這樣 那些特徑都不能睡不著 我還說他起床 說你起床 你先怎麼起床 你以前不會 沒有啦 我這兩天這樣都起床 我去報告月了 我接不下去了 他們太太說 你最近有看到什麼東西還是怎麼樣 有啊 我告訴你 我幾天前 就是這十幾天前 我看我一個人 就找到一個人 聽到幾個人睡著怎麼樣 我先前來 自己帶著走不來 我早晚會被捕 我早晚會被捕 他被捕捉 就跟先生說 來啦 那些人沒來沒捕 要去捕捉 我們捕捉 別給他一口 他默默 牽著 那些人 嚇到一口 他就說要再捕 結果讓那個人捕捉 他聽到一個五個 這個故事你不知道怎麼聽到 那個先生聽到一個五個 你問他為什麼 他就行得那樣 那是他的政策 你政策要怎樣 就最近王生 你知道嗎 他不知道 他也不罵你 他幾十年還順暢 不罵你 你怎麼沒有安排 沒有 我拿錢給他 他的兒子去安排 我告訴你 所以各位同修 各位女眾同修 我們人往生後 你如果沒有信仰 又沒有夫君可靠的話 是個幽魂 是幽魂 幽魂的時候 世紀人要幫你修理 無口 所以他太太一定有那一道志 因為他有提醒一對兒子 一個學生跟一個女兒 這是孫婦教的 因為這是很大的功勞 對師兄的長 我叫張先生 張先生 他是對你們長官 很大貢獻 很貢獻 所以他會用他來討 因為他就只會用他來討 來賠償 你來講話 各位同修 各位信眾大德 不可以沒信 沒信到要吃虧是自己的 所以不要隨便貪離婚 一定要有歸屬 不然你一定要有信仰 活法身都是我們永可的 不可以做天天 問過日 老理就知道了 所以這是有實際案例 之後 師父 我知道這個問題之後 我快要出來師父 師父 那個情況如何如何 師父就不必再去看 好 來收一收 來 我來收 師父都說天氣了 說幾十幾 拖拖拖拖拖 好來 你要 我叫你先生 要自己按一下 你不可以讓他吃不睡 他如果有企隔 你也擋不去 所以拿 一下子 好啦 那就倒了 大家來吃飯 那個頭吃三碗飯 只要吃三碗飯 哎呦 怎麼飯這麼好吃 我都很餓 你知道嗎 所以這都是貼這個的問題 不是 還是重點是說 沒有跟他安排 後來他就跟他淹一碗 照氣跟他做一做 又過輸了 就是因為這個不能進去 你看小小的一張 所以我們真是 輸給我們每一個東西都是補 不可以親切 亂不給他丟 你如果沒有用料要化掉 不能亂不給他丟 本收湯 這很不應該 裡面都是佛法 這是真人事實 真人事實 都說我接的人 這個人也覺得我很好 所以就是這樣 好 各位同修 廟法無處尋 當下即是處 我這次說的都說出來了 都是真人事實 都是非常真實的故事 如果我再說一項 你們看過 我們這個概念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我們製造開始之後 我們一直很多的道場 以後春旬 大家當中都在入貨 都在安祖 都在省臨 所以我們說普通一般 說剪裁 其實就是說我們開張的時候 一會的時候 一定要什麼 要有一個剪裁意識 表示告知法界 天界 天地人 大家都知道 讓它流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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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靈 真靈的靈 我跟你說 跟我說我被搖請到 你沒去 你很失礙 因為有這種貴賓才能用去藥這條財貸 我說一次 我們台中到場 約一半 每個地方屬心 很多人也要來參加 都報名 我們自己幾個法書 幾個主管也要參加 差不多 名字都擺出來 結果呢 臨時 一個大藥人 我都還沒開始 都擺好了 說我廟棄了 我到去 不能搖去 突然我落下來 沒人家自己落下來 這人會好運嗎 不會好運 真的是 你不叫拚叫嚇嘛 是這樣的不對 所以我們做什麼 你幾億人做千年萬年 這是對天地的 我們要 用說一個大廟要完成 這是對天地的來選佈 你答應要跟他們參加 跟廟棄說不去 這樣就不對 所以這是 什麼事情都要以信 信為本 人無信不成立 所以沒有 這個人就不會生意 沒有 我們交朋友 朋友也是這樣看 我說這個 好就用到什麼程度 這個叫彩帶 有的用比較大條 有的用比較這樣 有的彩兵分都有 我們說 如果紅的就是比較生十個兒子 救兒子 救兒子用這個 如果以外室就比較生十步 跟他們說 如果發揮白白的時候 在大廟那裡的火 你若拿紅火就要生十步 你若白火 柚子火 或紅火 那就生十步 這是冥冥中有一點就是 所以說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平本命 你馬上你本命 本命 你的本命來當你就熟金 什麼事 金是代表什麼事 你要去研究 什麼事來選金 就是你所穿的用的東西來相信 你絕對是好上加好 這是一般的我們說加分 給自己加分 不用再去看命 給人家 這次也不用 自己就要加分 自己保護自己 這個彩帶師傅說 這是好用很多 暫時 真好用就是 這是吉利的東西 會說會福音人的東西 什麼反省的福音 怕孫 都說有錢沒人敢電 怕日後 大家都會說 我怕就打什麼法 怕做什麼需要 大家都羨慕 沒人嫉妒 如果你說我有錢 有錢 你們家的事情 跟我有什麼貪戀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守護給我們 這個彩帶就是一個福報所在用的 它怎麼用呢 如果說我們的學生結婚那久都要不有 你就很信心 各道場都有 當然是蓋截 就是說你可以要這個彩帶 這個是彩帶 拿著彩帶 因為所有的當中我都有去過 我跟元大法師 人家拿一條我才會兩條 所以我就常來送人 我東西送人 本人用 讓大家多吃多生多福氣 最近大家都不生 不然以前分到沒有 現在怎麼會有存在 所以請你們大家 盡量來討 讓我們的學生 女兒子都來 讓他們勾勾生 來真的為國家來嚣勞一點 所以這個 回去要加一手 一尺就夠了 加一手 一手之後 你回到這幾堆開 我沒有講一個枕頭 你不能用黑皮沙沙的 你要用一個布 把它包起來 一手 用一個布 把它包起來 拿回來 你不用看著 回去就把它放在枕頭下 放在枕頭下 枕頭下放在枕頭下 你把它抬起來 好好躲起來 好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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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就是出出生女兒 就知道說 王仙羅座船的法 王仙羅座是天蓋的 天蓋的老仙翁 仙頭 所以種子都很欺負他 有夠厚的一個老仙翁 所以說 主持人就覺得 這羅座船的廟部 一定要幫忙 有緣有份的人很快就懷孕了 這是事實 所以我念給大家聽 說這是懸殷年 懸殷年 這有數據 懸殷年的將會切到 這就是預防大地的聖誕 那仙佛寺的時候 當時成立後 就是有這個優雅 如果有人要求生 後生或是女兒都可以 加一串的刀 回去 帶回家 加上兩條 抬一瓶 王母抬一瓶 用橫薄 不是要睡 橫薄跟包裡 放在枕頭下 橫薄包裡 放在枕頭下 一直到生小孩 這樣用把這個包拿起來 也要發掉 不是要等到葡萄湯 這就這樣 當時圓圓的時候 師傅搶到很無感溫心的人 所以到這裡大家 都要感溫心 這是我們說 煮生的牛牛 就是要把煮生牛牛的時候 當時刺過切刺 刺刺的時候 沒那麼多 柚子就沒那麼多 柚子的時候 用柚飯 如果要煮一碗的牛飯 要親牛肉或是親牛肉 要用金八丁 天笑金十丁 收金三百 福金三百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 扶養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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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絕對是如假包飯 尊敬就是真 所以這個好東西 我實在是 講不完的妙法 因為對師傅也要三十年 或是老爺主 所以對師傅 用說尊敬 再尊敬 非常的尊敬 他簡直是一個大寶庫 你不要什麼都有 求生的 求育的 求健康的 求賺大錢的 都說有法度 但是要看你的賊 旁邊這個法 我傳給你 他們有效 我傳給你 他們沒效 高人的賊 還獲分 所以說 智責勿矣 依責勿用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想說 這個妙法太棒了 有講不完的 以後有機會 我也很願意來貢獻 其實我們有法做妙法波團 這是本中盟祭報的一個法法 師傅在裡面 寶庫要跟五百種 你不論要求什麼 要做什麼 大家都有 要入住要怎樣 要帶新娘要怎樣 要求 求福修要怎麼求 人身體不好 要怎麼讓他可以消災改 每一項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他們兩位講師 課堂上我們都要再介紹 妙法普傳 是我們普及到每個家庭 讓每個家庭都有妙法在心 你就不用去黑白 想 有些人去黑白的問 一次要幫你打油 要一萬 要八千 要兩萬 三萬 我們王子不要開 所以把我們這個補貝主請到等 尤其我們八戒的 一個八戒 屬服議九點 講到十點 裡面很精彩 你要這個講義 你一定要大安示這麼有 那個翻譯得太好了 好像師傅請到你們家庭 所以今天很完美 我會感謝這五六位 同修 這兩位大準的工師可以來參加 希望他們以後還有機會 我們還有一些機會 讓他們來講課 以滿滿的愛心 滿滿的寶物來講獻 我們所有電視機前面的新種台帝 和同修弟子 可能有的都知道 所以我們講每一句話都是真實意 也希望大家聽到會開心 就讓電視機前面 所有同修都平安吉祥 不會增長 也感恩今天我們六位同修 接受來訪問的 大家都不會增長 平安吉祥 攝影師也平安吉祥 阿彌陀佛 謝謝 好大的条例才大正 塗這票間 都是 hog day 每方面都一雙樽ի 攝影師也平安吉祥 要是越來越多 還是越多越外 都穿越來越多 夠大西途 Thr 여러분 ắm đấy 蓋上去貝影師也平安吉祥 阿彌陀佛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